虚伪的真心话 当今社会很重视个人特质 在这个方面应该没几个人的特质比北野武更突兀 他在大众眼中就是一个特别的人 但当事人毫不这么认为 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这件事 他老实说我没有真心话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自从我在社会上闯出名号以来 不知道接受过几百次 不对 几千次的访问 也早就忘了受访当时说过些什么 但有件事情我很确定 每次说的话都是临时起义 如果有人问我 你对A有什么看法 我可能回答B 可能回答C 也可能回答D或E或F 总之就是没有连贯性 不只是受访如此 我写书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说的话会根据现场状况 气氛 趋势 而不断改变 甚至长有180度的大转弯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倒不是在捉弄访问者和读者 也不是说谎 更不是隐瞒自己的真心话 我只是认为 对某件事物的看法可以千奇百怪 有人问我喜欢橘子吗 今天我回答喜欢 明天可能就回答痛恨 所以我认为人根本没有什么真心话 现代人认为说真心话是好事 说真心话的人是好人 但我就是不懂说真心话有什么意义可言 谁敢保证真心话不会变 现代人只是先说一句 我说的是真心话 然后迎合着对方胡说一通 社会就当它是真心话了 冷静下来想一想 越考虑对方的想法 说话的立场就越不固定才对 我认为真正的真心话 其实都是些屁话 比方说肚子饿了 想搞那女的 想拉屎 想要钱 想喝酒 这些低级的下半身话题 才是不折不扣的真心话 其他哪有什么话算真心话 在丧礼上看到一双泪如雨下 你说 不知道他往后怎么过活 想到这儿我都要哭了 我不觉得这是真心话 男人的真心话应该是 先矫情安慰 然后承虚而入 只有我会这样想 也许女人不懂这些 这先不提了 所以 真心话根本不是什么好话 全是些大家听了不舒服的屁话 当今民众所说的真心话 当然不是这种东西 那会是什么 就是挂名真心话的场面话 如果探究真心话到了一个极点 就会追溯到人类的本能 人类也是动物 动物行为的基础就是本能 看到前面有正妹就想扑上去 看到人家吃好吃的东西就想抢过来吃 世上要真有真心话 这些肯定最真 如果山林大火烧死了上百只动物 狮子或野狼不会伤心流泪 只会开心的吃天然烤野味 人类基本上也是一样 只要自己跟自己的家人开心就好 素昧平生的人落难出囚 则是天大的笑话 落语桥段常提到火灾时围观的群众 看火扑灭了就觉得失望 看火又烧起来则手舞足蹈 观众听了这种桥段会捧腹大笑 证明了这就是真心话 再看看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 杀十个人的新闻篇幅会比杀一个人来得大 也是一个道理 主播跟宁嘴苦着脸说这件事情很惨 大家要记住教训 但如果报道这件惨案会降低收视率 电视台一定立刻停播 才不管它有什么教训 电视台的真心话就是收视率 而不是社会教育 观众当然也不是为了学得教训才去看新闻 只是跟乡民一样爱凑热闹 如果有人特地跑到临阵看火灾 绝对不是为了看屋主一家在火势扑灭后开心的表情 也不是为了记住火灾的教训 人并不靠真心话过活 我不是说人性本恶 人性扭曲 也不是主张人性没得救 就是喜欢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人当然也有同情心 只是我不懂原理罢了 要是我看到有小孩在河里溺水 也会想办法伸出援手 这不是为了做做样子 纯粹是人类有这样的心理机制 但会不会真的跳下河里去救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件事情就先不讨论 我想说的是 人并不靠真心话过活 这还用说 普通人不会因为看到前面有正妹就扑上去 也不会因为想要钱就去偷去抢 就算犯罪不会被抓 大家应该也不会这么干 因为我们都活在社会之中 社会规矩是不杀 不奸 不偷 摩西十界和佛家八界的内容都差不多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人类如果有完全的自由 就可能杀 奸 偷 但放任人类杀奸偷 就无法建立起社会 所以 好久好久以前 某个地方决定了 杀奸偷的人 必须被排除在社会之外 久而久之 这就成了人类的第二本能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普通人 就算经历过社会的变迁 杀人与盗窃都不再算是犯罪 对杀人与盗窃 应该还是有很强的抗拒感 不过 这毕竟只是人为打造的第二本能 还是无法抵消 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 所以 各个时代的支配者 创立了道德 宗教等各种场面化 对民众的脑袋写入第二本能 我看清贫思想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让百姓止醉金迷 国家就收不到税 所以清贫是民众的美德 而不是支配者的美德 最好的证据就是 支配者通常止醉金迷 胡作非为 就像日本战国时代的大明 也就是诸侯 总是逆我者亡 连和尚都抓来火烤 成了大英雄 有权有势的人 根本不必讲道德 我想当今社会也没什么不同 只是道德已经落伍 所以替换成环保 爱地球之类的新道理 这我也不再多说 懂的人自然懂 总之 人活着就是在压抑真心化 社会就是建立在场面化之上 搞笑就是攻击场面化与真心化之间的矛盾 正因为不能说国王光屁股 小孩子说了国王光屁股 才会惹人发学 之前有个电视节目叫做 我们都轻浮 很受欢迎 道理也是一样 原则就是没原则 节目笑点大多是私下聊天的屁话 比方说 你昨天是不是搞了那个妹子 之前并没有节目会干 这么下流的事情 结果一炮而红 不好意思 我就是这个节目的首脑之一 但真要我说的话 这种搞笑并不是记忆的搞笑 而是像剥洋葱皮 一句接一句的挖出真心化才会好笑 所以他有自己的瓶颈 当时 有台有个收视长红的节目叫做 八点漏全员集合 我们总因为赢过人家而沾沾自喜 但是现在回头去看我们都轻浮 感觉一点都不好笑 老套到笑不出来 反而是八点漏全员集合 现在看还是会觉得很好笑 因为人家节目的笑点都经过精心打磨 真心化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因为大家都不肯说 说了的人好像就比较强 结果 现代社会真的把说真心话的人当英雄 我真的不懂 真的觉得有鬼 我们都轻浮 现在看来不好笑 是因为里面的梗 以现在的观点来说 只是不痛不痒的私房话 就好像现在最流行的笑话跟一样 我再说一次 真正的真心话就是乱七八糟的欲望 现代人说的真心话 只是另外一个水平的场面话罢了 从上面看就是棒子在游泳 我觉得好久好久以前的原始人 在还没发明场面话之前 生活一定很开心 距今数千年前的人类 音乐的源头跟现在肯定相去不远 不管文明如何演进 味觉不会比较发达 性感带也不会比较敏感 文明做了什么 就只是把取得快乐的过程变得更复杂 人们不追着路跑 改成去公司上班 要挤通勤电车 还要听领导的废话 我是没有当上班族的经验 不过演艺圈也好 电影圈也好 其实都差不多 我也想过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但是我也不能把生活变单纯 回去继续追着路跑 因为我这个年纪在当时只是脱油瓶 早就被扔去深山里等死 所以我现在只能活在场面化的世界里 我只能尽力抵抗 站在高处 同时旁观场面化与真心化 观察这个世界 我曾经写过一个段子 从水族乡旁边看神仙鱼 感觉很漂亮 但是从正上方看下去 不就只是根棒子吗 从侧面看是场面化 从正上方俯看就是真心化 观众听了我的段子 观众听了我的段子 捧腹大笑 而我正是从上方观赏神仙鱼 才能写出这种段子 从上方观察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我拍电影的观点就在这里 这至少比追求自己的真心化 探索自我这些无聊蠢事 要有趣的多 但是倒也不会比追着路跑的生活 更刺激就是了